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也是抖音上看见 大家都是在买这一个奶酪 那我就是也看着我也想尝尝 因为我对好奇的事物也是挺多的 然后这一个叫什么小贝勒一个奶酪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一个好像应该是漫威的一个联名款 网上很多人买的呢 它的产地是法国的 结果我也后面自己看看我这一个产地 它好像是一个加拿大产的 那么后来想想也是 在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跟法语嘛 所以是法国生产的 所以它的生产线放到这个加拿大也是正常的 然后这一个我不知道还OK不OK 还好不好吃 因为我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把它放在车里了 我买了之后其实一直想给大家开 然后就忘记在车里了 后来再发现的 然后再放到冰箱 然后就不知道了 然后它是有各种漫威的一个相关的封面的一个就是人物的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它跟普通的没有这种配色的价格差不多与否啊 然后这听说啊 这红色的外面是一层辣 是应该是不能吃的 不能吃的 所以它捏着还是有点软软的感觉 那毕竟是辣嘛 然后我那个就是把它这一个撕开 好像是这样撕开就能吃的吧 哦 这样撕开了 哇 是一股辣 然后就是按照我搜索的结果 就是说它有它含有98%的一个奶的成分 所以说是给小朋友啊等各种吃 还是很营养很 就是还是很有益的吧 然后不知道味道如何 这外面 哎 果然是一 果然是一层辣 这个辣的这一个就像有时候吃一个 就是小酒瓶状的一个辣汁的一个糖果 让我吃 因为我对奶酪什么还可以 这个就相当于说的老爱吃臭豆腐嘛 这个味道其实属于不错 就是正常的一种奶酪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有小朋友 或者觉得长身体 或者喜欢吃奶酪的 每天吃一点确实是很健康的 因为对这种奶制品呢 我记得以前有一句广告什么 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嘛 就是因为确实吃一些 补充蛋白质大奶类的对我们身体发育 骨骼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味道我吃下来还不错 它是一包六个 具体价钱我也忘记了 我觉得还是味道 我觉得还是味道不错了 这个版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种奶酪 因为就是这个其实像臭豆腐一样 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啊 这个一般 然后它是用这种蜡做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包装也是挺小朋友的 然后也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像这种大的切开的也好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买这种小包装 因为其实咱们华人的胃口就是包括这种 还是适合吃中餐 像这种吧 就是难得吃 就像我这样买一包 估计可以放很久 因为它也其实不会过期吧 它可以放到明年的一月份 那还有很久时间可以放 那就慢慢吃 当然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吃了会不会发胖 60卡路里 所以因为对这个配料吧 我也不是很熟悉 大家看就是这个60是指这一颗60 还是就是每一克是60啊 或者按照这个计量单位是怎么算的 反正这个60应该还可以吧 因为我看可乐的一个好像是18 不不不不 180 反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味道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不知道大家如何 谢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